大家好,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三 今天大事是升了 所以基本上很多月半的板塊都上升 我們看看最多5個板塊是一個媒體 如果國內很多銀行股做好 保險應該會做好 因此銀行股應該都做好了 一般是金石和礦石 金屬和礦石很簡單 通常都是炒通脹 綜合企業 昨天又起前十 今天又是維持前十 零售也是前十 如果大家看到上日的排名 都是前十或近前十 今天又出現即使這四個板塊 連續地都上升 可以讓大家細心跟吉 在這裏我們逐個看看板塊 陪體方面沒有什麼特別 很多都很細小的東西 接著便會到保險 保險是大的 一定有很多東西會影響到 你看到這裏的金銀 這裏的價錢 保險很實在的上升 可以帶動到指數上升 保險其實是反映了很多銀行股等等 這些東西都可以做好 金屬和礦石的事業之中 很多都是有些細小的東西 沒有法子 譬如這些好像升到40%的話 都是由於怎樣升到大致上 這個是八個仙左右 八個仙左右 沒有法子的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這裏 這個是帝國金融企業 這些綜合企業 這些金融企業很細小的 有些大小的 再其次就有零售 零售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這些東西影響不到大樹的指數的 好了 接著就額微看著這裏 我們看看這個 今天的版本 今天很多一片紅了 大家都覺得是升到比較多 升到比較多的 包括不理不理 有建設銀行 有小米集團 有雙湯 這些是升到比較多的 我們看看指數方面的表現 今天指數出現了 是陽軸先來到這裏 這裏是有一點點的 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今天來說 我們要看這裏 這裏這幾天 都是不升得穿這個高位的 今天如果收市是收起這裏 一八二六七上面來說 即使可以繼續 再下一兩天 是可以挑戰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希望我能夠站在保利加通道中族上面 繼續可以向上發展 暫時就是這樣看 目前這個西勢 我暫時只是看板蛋 一直站在保利加通道中族上面 才能夠再看看情況 現在我們看到的 將會是怎樣呢 就是 要先看看 初步是屬於利好的 我們跟著看看 就是這個 看完之後 我們再看看 就是這個什麼 第一個今天可以留意的股票 我們先留意了 就是聯想先 是嗎